各位业界前辈先进大家好 我是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欧建兰 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我们公司执行业界科专的心得分享 首先今天的内容分为以下这几个项目 公司的简介 申请农业业界科专的好处 执行农业业界科专前后的差异 执行计划的过程经验分享 最后是心得与建议 首先先简单的介绍福寿公司给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总公司位在于台中市杀戮 依据农委会的统计资料 我们公司是台湾第一大宠物食品制造厂 每年宠物食品的总产量约24,000吨 每年包装销售的宠物食品数量超过200万包 福寿在1983年开始创建第一个本土宠物食品品牌 在当时算是很前卫的观念 在2011年福寿设置了宠物食品专用厂 以专业的生产设备来生产宠物食品 并在隔年取得了ISO-212以及HA-CCP食品安全认证 来确保宠物吃的安全 2013年我们开始使用国产飞机改玉米 取代进口玉米 2015年福寿完成了第一次的业界科专计划 此次为期三年的计划 我们开发的产品是宠物皮肤敏感 厨方食品 2020年我们完成了第二次的业界科专计划 开发的产品是宠物用的肠道保健食品 这个是我们福寿公司宠物食品的ISO-222以及HA-CCP食品安全验证的证书 这是代表我们宠物食品安全的保证 那我们公司的宠物食品专用厂 跟以往传统的饲料厂来比较的话 我们宠物食品是全程是以密闭的管线来做输送 以避免外界的污染 而且我们在生产的过程 我们是采用自动化的一个控制 以避免人为操作的一个失误 来确保说我们整个宠物食品的一个稳定性 那我们公司有专业的一个研发团队 我们团队的领域是包括了动物营养 兽医 维生物等等 那我们开发的一个产品项目 有包括宠物的机能性干粮 厨方食品以及湿式食品等等 那经过这个客专计划之后 我们连我们目前连保健食品都是可以达到开发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公司的宠物食品主力就是全猫的食品 有种类相当的多 有一般吃得饱的机能性的 那也有配合疾病辅助用的一个处方食品 那另外 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个宠物饲料 例如说常见的锦鲤鱼 那一般家庭在使用的这种观赏鱼饲料 观赏鸟饲料等等 那甚至 我们配合一些研究单位我们有这个实验动物的饲料 那还有像动物园等等的一个野生动物饲料 这些都是我们辐寿公司开发的一个范畴 那接下来跟各位先进们介绍说 申请科砖计划的一个好处 对于企业而言 申请农业业界科砖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得到经费的补助 那经费补助的项目有研发人员的薪资补助 还有设备的租金 使用费 以及养户费 让企业在购入研发设备的时候 可以减少负担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要开发这个产品的技术 是来自于学术单位 还可以补助这个技术引进的一个费用 也就是产学合作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经费 或者是说我们在计划内容中 有需要委托学术单位做一些分析 或者是做一些试验的部分 那也有委托劳务费可以补助 以我们公司的例子来说 我们这一次在计划中我们有委托中心大学动物科学系 来进行小鼠的一个动物试验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是申请到这个科专计划的经费补助 那另外还有整个计划的耗材也有经费补助 所以建议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可以将经费尽量详细的表列出来 那你列的越详细的就比较不会有遗漏掉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在计划的期间 担任审查委员的专家学者也都会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 让整个计划的执行会更为顺利 以我们公司为例 委员们在了解我们的计划内容之后 在设备环境以及整个试验的方法部分 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建议 那让我们可以更完善的把整个计划去完成 那包括说实验的部分的话 在委员的建议之下 我们也有更多一个数据的一个表现 那就是再来就是申请科专计划的话 在我们公司还可以提升这个研发的一个效能 那以我们的这个申请 我们公司申请为例子 那我们公司以往在还没有申请计划之前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些研究开发的一个案子 那研究的记录都是散落 就是在各个研究人员他的一个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也没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一个规划 那但是在我们公司第一次申请科专计划的时候 那因为在计划审查的时候 委员们他们都会去检视说 相关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数据 那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这个研究纪录部 纸本的研究纪录部的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可以让我有去做审查 那在这一次第二次我们进行科专计划审查的时候 公司就进一步的更强化这个研究纪录部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有成立了一个电子研究纪录部的一个系统 那让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去做进行记录以及这个记录的调阅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是我们公司因为有涉及这个动物试验的部分 所以公司就依法向农委会申请的这个实验动物照护及使用小组 那让我们公司在研究这个部分的话 有更有它的释法性 那将来也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跟法律相关的一个争议 那另外的话就是申请这个科专计划的话 如果产品开发出来了 那我们是可以去强化这个产品的一个宣传效果 因为整个开发的这个产品是经过专家委员 他的一个监督审查完成 那或者是说跟学术单位去进行技术授权合作 那这些特点其实在将来的一个文刷 那个宣传上面其实都可以做应用的 那可以增加了产品在市场上的一个接受度跟可信度 那再过来我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计划执行前后的一个差异 第一是研发能力的一个部分 那在执行计划之前 我们公司仅能开发这个机能性的一个食品 也就是干粮部分 那他就是带有保健机能的一个干粮 那我们这次计划执行完成之后啊 我们公司就已经开始跨进了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门槛 而且不是说一般的保健食品 而是我们有经过动物临床实证的一个保健食品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不是向路边卖高药的随便薄一薄就卖 那第二是在这个研发管理制度的部分 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完成计划之后 我们就是以电子研究纪录部的系统来确保说整个研发过程的一个纪录 包括说在纪录调阅的部分 那再过来在销售领域产品的领域部分啊 我们的业务团队他们以前只能卖干粮 那只能卖这个所谓最高到这个所谓机能性食品 那在我们执行完这次科专计划之后 我们的产品就更全面化了 不只干粮我们还有保健食品可以做销售 那再来是在产学合作方面 因为计划的执行 那我们跟中型大学这边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那在就算说现在目前计划是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后续也有其他的产学合作案 那也持续在跟中型大学这边进行合作 那最后就是说在人才的方面啊 我们福寿的从物食品研发团队 之前的话都是属于这个公务营养的营养士团队 那为了执行这个计划 那我们目前就是有加强这个人才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团队目前就是除了营养士 我们还有受益师来加入 让我们的研发实力就是可能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那接下来我来分享计划执行过程的一个经验 那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开发这个宠物保健食品 这个图的话就是说宠物保健食品市场的一个规模 那目前其实不管是说在全世界的话 其实宠物的市场其实都不断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从这个图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全猫它用的保健食品的比例其实超过了六成 那这个图的话就是 海湾四族对于宠物健康议题的一个重视程度 那我们从这个图可以发现 关节跟皮毛是最受到重视的 而且这两个比例都相近 那我们在第一次的那个科砖计划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发这个敏感的是跟皮毛保健是有相关的 那再过来更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就是消化道以及体重控制的这个部分 那他们受到重视的比例其实也都蛮相近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的计划我们就锁定了这个消化道保健的议题来进行开发 那依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生物科技产业研究中心它的一个调查显示 全貌四族他们在购买保健食品的形态 那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饲料类型 那第二个的话是粉状的这个这个形态的 那购买这个胶囊液体的这个比例其实相对是蛮低的 主要的原因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寵物在喂食这个胶囊定计跟液体的部分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度 那以饲料跟粉状这一类型的它是比较容易喂食的 因此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市主它购买时候的一个意愿 那所以在因为上面的这些市场的资讯 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把计划锁定在开发一种 经过动物临床实证的一种肠道保健食品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包括说我们的产品做出来的形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或者是说做出来的产品它不容易溶解 那不容易溶解就是寵物吃进去什么样的样子出来又怎么样子 它根本没有达到它的功能 那所以幸好在我们的专家委员建立之下 我们找到了适当的生产条件 那产出了后面可以商化的一个保健食品 那我们也顺利的经过了动物试验 那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 那包括说气味的一个降低 然后还有尝照功能的一个提升的部分 都达到我们设定的一个标准这样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经由本计划开发的产品 那本来是去年就要上市了 那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就会上市了 那最后的话如果说各位先进有兴趣来申请计划 那我会提供我来提供几年的心得 提供给各位先进们做参考 首先的话就是说计划要开发的产品或技术 要非常的明确 且在计划申请的时候 就要先评估计划的执行是不是可行 那这个这个产品或技术的话 必须要有创新性跟市场的潜力 尤其是市场潜力这个 以后商化的时候才有它的价值存在 那第二的话就是经费编列的合理性 那虽然说政府有补助计划经费 那但是经费还是要有一个合理性 那才不会有资源浪费的一个现象 而且经费在计划执行前的话 就是尽量把它详细的把它列出来 才不会说你执行到一半你才发现到 我现在要使用什么东西要花什么钱 但是当初没有申请到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花 就是政府就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补贴 那第三的话就是计划在执行的那个节点要掌控好 因为计划在每年的年中跟年底 都会进行审查 因此在计划执行的时候 整个进度 那还有一个时间其实要不断的去掌握去把它掌握 而且要预留这个报告会整的时间 那才不会到审查前后 手忙脚乱的要准备一大堆 那这样子会乱七八糟的 那最后就是随时跟农业科专服务小组保持联系 那他们都非常的热心 不管是计划书 还有其中其末的考核点 这些就是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就是要尽量跟他们联系 那他们都会提供相关必要的协助这样子 那以上是我们福寿公司 对于整个科专计划执行的一个心得 那谢谢各位的聆听